我看到同学已经有在课堂上面了 那么能听到声音 看到视频画面的同学 各位好吧 如果说能够看到声音 以及看到这个视频画面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看一下 有哪些同学是能够听到的 都能够听到是吧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分享一些实践上面的上面的东西 那么其实在昨天的话 我部署了一个任务 部署了一个客户的任务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去看 就是关于这个tomcat的这一块 如果说你昨天有提前 你今天有提前去看一下tomcat这一块的话 我估计你对这个所谓的调优这一块 我们在八点钟正式开始好吧 现在都能够听到声音的话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现在人数的话慢慢变多了 好 昨天的课还没来接听是吧 那么关系的话也不大咯 昨天的课 那么至少昨天的这个tomcat这一块啊 我希望同学们去看一下的 就有助于大家来理解 其实在网易邮箱这一块的应用啊 我们可以提前看一下 就现在的话 基本上人已经到 提前到的话 已经都到了 对吧 然后27个人啊 像昨天的话 我们有六七十个人 估计我们的同学还要慢慢的 就是慢慢进来 所以呢也不等他们了啊 我们就来去调整一下 好 然后其实昨天我们在最后说了一个点啊 就所谓的我们的一个调优 其实真正的瓶颈在于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的话 我就可以告诉你啊 什么呀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一类提啊 我们说tomcat昨天 我们有的同学看了 有的没看 那我们都不管他 对于一些中间件的调优 一般呢 我们是很少能够去改一些代码啊 只能够说去调整 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程序 所以关键的还是在于这个程序上面 要怎么去写 要把该用的一些 什么多线程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提高我们程序的处理效率啊 这些东西要利用起来 并不是说盲目的 借助一个没有这么万能的框架 知道吧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同学们也能够想明白 如果说用了一个框架 你马上就能够性能倍增 说实话 那这个世界上面 那这个程序员的一个互联网行业 那就不值钱了 程序员 所以呢 关键在于说 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啊 在于呢 我们去 用的时候 要注意一些事项 对吧 我们要去调整一些 东西啊 比如说适当的调整 调整之后呢 把一些中间件 GVM也好 他们开的也好 雷铁也好 把他们的这些性能呢 提升上来 所以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一块的话 是网易邮箱内部的一个应用 邮箱内部的话 其实有两大块是用这个推送的 是用雷铁的 就两大块 一个是推送服务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是我们这个网易邮箱的用户啊 然后推送服务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通知这一块了 通知这一块 我们的一个活跃量啊 这些东西的话 整个一个服务器集群的话 是在100多台机器啊 但是呢 呃 这里的话 我要跟大家斗一个底 对不对 虽然说呃 所有的公司啊 我们都说这个 我们的用户量啊 是好几亿 但作为一个邮箱应用的话 毕竟啊 他并没有这个像微信啊 这么大的一个活跃用户 这个同学们应该能理解 对吧 毕竟你不会说天天守着这个邮件 在那里发过来发过去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啊 像那达到这种的几千台机器 那也倒不至于 毕竟的话 他不是他的一个场景不同 对吧 他也不像我们的游戏实时性要求高 这是不同的一些场景啊 呃 在我们去整体的一个加工中 我们大概分过两大 两大线啊 两大线 一个呢 是推送 一个呢 是业务啊 业务服务呢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用过 就是邮件 呃 其实你是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看到你服务上面一些邮件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去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一个业务 像这种业务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类体 进行一个处理的 因为这些交互 全部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邮件协议啊 我们叫iMAP 对吧 iMAP 哎 邮件协议 另外有很多种啊 那么网易邮箱支持很多 不仅仅是支持这一种协议啊 还有什么POP 对吧 还有什么SMPT 那我们再去做一个设计的时候呢 推送这一块的话就 呃 以昨天的为准啊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业务 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呢 呃 其实还是要有些功能的 推送其实它的功能是相对来讲 比较简比较简洁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互联网公司 这种移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很一大把的这些 呃 做推送服务的 这个就冒出来了 因为这一块的技术点有很多的一些积累 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想象那么复杂的一些业务逻辑 但是业务系统的话相对的说 就逻辑就复杂了 而且调优的话也是比较难的 也是一个经验的地方 呃整体的一个加工的话 我们大概我们差不多是有100 多台100出头没多太多啊 具体的话这个 它明明是动态的嘛 所以没有什么一个太大意义就是100多台 然后配置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是16核加48G的一个配置 然后我们的负载量呢 一般我们定义在这个百分之 大概是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啊 这个负载量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概念 我们在调优或者说看服务器的资源利用率的时候 嗯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10个CPU 对吧 我们一台服务上面有16个CPU 那16个CPU说我们是利用到12个 对吧 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是使用率达到百分之六十 是吧 我们没这个 不是应该不是百分之六十 对吧 我们说这个算术有点问题啊 对吧 就是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 是在有一个瓶颈 一般的我们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但是呢 根据实际情况 不同的业务 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区别 因为在使用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我们的一个使用率 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啊 没有说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去做一个重点监控了 包括到了百分之九十 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种黄色的这一些啊 要去详细注意的一些点了 呃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场景 当然不同的公司 有些公司的话 它搞得比较严峻 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啊 拖廖师也带过创业团队 那么我们以前的话 可能要做到百分之九十啊 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就比较危险 我们一般到百分之九十的话 就会跑异常 就会就是报警 呃 但是啊 在设计的一个时候 其实我们用的是邮箱协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邮箱 或者说同学们应该用的最多了 是去 通过我们的加瓦客户端 去发送邮件 但是从来没有说 去做过邮件服务器 是吧 那么我在这边的话说一下 我们整体的一个呃 实现的都是基于雷体来做的 啊 全部是基于雷体来做的 其实所谓的一个邮件服务器啊 它的一个套路和我们去 昨天自己制定协议 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知道吧 套路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哎 这里的话 我把它 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小的零碎东西 我把它干掉啊 说下来 对吧 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个雷体应用 实际上所谓的邮箱协议 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使用的是 协议解码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对吧 一个数据原本推过来啊 就是我们的邮件客户端 他推过来的话 推过来的时候呢 它是我们的一种协议来 推过推送过来的 就是我们在去设计的时候 就客户端这一块的话 啊 产品啊 比如说还有这个网页端啊 网页端的话 我就 这里就跳过去了啊 是吧 反正都一样的 就对我们的后段而言 它都是内体的一个接收请求 那接收请求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此处 进行处理的时候 是有区别的 啊 邮件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 呃 命令 就是这个 邮件 我们的这个 协议这一块 它定义了有很多命令 就好像我们的 HTTP 有get post 有put 这些命令一样的 啊 邮件的话也有 我觉得经典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拉取信息 好吧 我们比如说 就一个简单 简单点啊 就是我们去 查询一个邮件的信息 同学们应该都用过 就是我 我可以选择查询 邮件的一些简单的这个日期 邮件的标题 还有的话 有些可以把一些内容 也可以翻弄下来 对吧 这个就是从我们的 邮件服务器啊 拉到 本地的一个 App应用上面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场景 在这样的一些场景下面的话 第一个点 就是 因为这个场景 大家应该是比较能够理解啊 如果说你不做邮箱服务器开发 这个确确实实 理解起来啊 还是比较 单纯的 对吧 因为它就是一个协议 就和我们做实际的一个 HTTP这种 后端开发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我们没办法去直接使用 现有的一些这种工具 所以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自己开发 当然这个开源界的话 也有啊 也有一些现成的框架 它可以去实现部分的功能 但是我们就没有去用这个话的一个 内容点 然后这个fetch啊 我们就以这一个点 fetch啊 然后是去拉取属性啊 拉取我们这个邮件的一些 信息吧 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啊 其实还是蛮麻烦的 就是麻烦的哪个几个点呢 第一个就是用户量多的时候比较麻烦 我们在用户量多的时候 当你去实现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举个例子 现在的话我们的客户实现是这样子的 把它抽象成一个最简洁的办法 是吧 反正就是一个handle了嘛 我们昨天应该已经知道了 无非就是去解析 然后再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啊 告诉大家第一个优化点 好吧 第一个优化点 第一个优化点 第一个优化点是什么呢 降低我们的一个使用 这里的话是在 我们的一个实际使用中要去追的 我们可以呢 不要每一次每一个链接都创建一个对象 理解吧 因为创建一个对象 你要说单独一个对象成本的话不是很大 但如果说你的这个链接数量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做推送的时候啊 这个链接数量是很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一个对象我们 我们在我们假设他占8KB 对吧 或者占4KB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1000个用户连上来 就要4兆 对吧 1万个就要40 40兆 那么你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这个内存就会 耗费在这一个小小的点上面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handle的我们的一些低扣的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去实现一个什么呢 呃 请注意看啊 这个方法 它是在每一次有连接的时候会去初始化一次 这是我们的channel 每一个连接都会去初始化一次 那每一次初始化的话就会去6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 要注意可以去复用同一个对象 啊 请注意看啊 这么来做的 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 我不会每一次都去创建一个对象 我可以直接 如果它是一个工具类的话 我可以直接创建好 知道吧 我见过很多例子的话 因为都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这里要说一下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handle 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复用的 理解吧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每一次都去 创建这个对象 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测试一把啊 那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一个小小点 其实也要注意 并不是说你直接这么写就可以了 还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就是你会碰到他会抱一个啊 他会有些这种 哎 我在这里啊 稍微等一下把你改掉啊 来 我们把它 给去调整一波 哎 居然没有泡这个错错啊 没有泡这个异常 这里简直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 这些是什么鬼啊 稍等啊 我看这个是生成那些什么鬼东西 好我把这些不相干的一些class啊 把它全部干掉啊 可能是我在搞什么事情的时候 把它搞了一堆的内容出来 嗯 嗯 我先把这个这些杂志大宝的内容删掉啊 然后的话 我们再看到 指出来我们就是去创建一个对象 但是请注意 我们不能说在这里去 使用一些共享的 一个对象的话意味着就是多个请求 全部是共用这一个handler 那么意味着你就不能在这个handler里面去存一些共享的东西 如果说你是共享的话 这里就会有现成安全问题了 懂吗 这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啊 删错了 不好意思 我删多了一个东西 好 稍微等一下啊 这个脱料式的一个问题 我把 我把Xmail给删掉了 稍微等我一分钟啊 我把这个项目的话 给他复盘一下啊 复盘一下 然后少了一个文件 刚刚有很多错误文件吗 被我删掉了 然后他就少了一节东西了 我现在把它再还原一份啊 OK好完成了 然后我再重新打开一下 肯定就是刚刚啊 我们没有去生效 所以导致我这个程序呢 有那么一丢丢的问题 然后OK打开我们的一个程序之后 先关闭啊 我先关闭 这个地方确实不好意思啊 这个 没没注意把这个地方呢 嗯 跟同学们耽误了一点时间 我来重启一下啊 就刚刚的话是说的一个对象复用 对象复用 对象复用的技术的话 是我们再去做什么呢 做这个 呃你比如说 在内体里面 搬的buffer 他也有一个复用的过程 还记得吧啊 记得同学可以好吧 就关于这个搬的buffer啊 因为内体里面 他不是有一个字节缓送区的复用吗 这个呢 就一个对象的复用机制 其实和我们刚刚用的这个东西啊 是一样的 也是要去复用这些对象 而不是说每一次都创建一个新的 如果你每一次都创建一个新的 我们的这个 内容是啊 我们的一个 内存消耗会很大 还记得吧 对象复用 是吧 那这里的话其实不是对象复用的意思 就是我们直接就 只有一个对象 对吧 我就强制要求你 你所有的这个请求 这一块 我们就是一个 恨的了 那我们把把这些内容呢 给他先注释掉啊 先给他注释掉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使用的是同一个handle的了 然后再运行一把 好 我们同时来去测试一下 如果说你这么去用的话 他会泡一个异常 那么泡一个异常的就是意味着你需要加一个注解 我来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就你如果是想让他变成一个共享的 你需要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添加这么一个 在这里啊 添加我们这样一个共享的share 这么一个注解 在这个地方啊 此处我们去添加这么一个 注解 这个注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 内体啊 他还知道是一个 共享的 是一个公用的 handle了啊 请注意这个点的话就是一个小诀窍了 但是你的一个使用过多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 哎 哎 啊 同学们说卡是吧 稍微等一下啊 电脑的网页也卡了 然后屏幕中间一直闪现 那么 我放慢一点速度好吧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是个人问题吧 如果说卡的话都可以好吧 先好了 那就那ok啊 那我们继续 好那我们继续啊 这个第一个点就是handle了对象的一个复用 但是复用的话 你不能这么去复用啊 你不能把这个编码器做一个复用 对吧这对于这种独立的handle啊 你可以去直接使用它 但是的话 对于这一类 哎 我们在这里啊 有个编解码器 昨天晚上讲的 这个解码器里面 有一个temper对象 这个是 共用的 对吧 如果说你是有多个请求来共用这一个dcode对象 那么就可能出现现程安全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数据全部用到一块去了 所以对于有这种状态的 你就不能够去 使用啊 请注意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要注意 有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对象 多个请求 共用的是同一个对象 所以很显然这个功能呢 你是没办法去直接 做一个 直接通过我们的一个公用的handle去做的 这第一个 一啊 我们的第一个点 就是handle的复用 第二个点啊 我们继续看 还有的话就是 实际上nate本身呢 提供了一些参数 我们会去配置 比如说啊 不知道有同学们 有没有了解过这个参数啊 这个是配置我们的receive 就是接收缓送区 然后 还有这个send 啊 就是发送缓送区 缓送区的概念 昨天还记得吧 这个是一个TCP的底层参数 但我们的nate程序 Java 类体 程序在发送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有一个TCP的缓送区嘛 那这个缓送区的话 呃 有同学可能会想 老师我是不是调大一点 它会发送越来越快 对吧 发送起来是不是会变得很快速呢 其实也不一定 啊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网络处理啊 往往其实没有那么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 如果说你在自己电脑上面测试的话 你会发现调整这个数值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呢 它这个效果 它的一个作用就会更加明显 就是你在一个生产环境 或者是说呃 你在一个局务网中去传输数据的时候 提高这个参数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网络 就是那么 你比如说啊 有同学自己公司是在阿里云上面 不锁服器 对吧 内网的话 确实啊 你提高这个速度啊 提高提高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 如果说外网 你的这个网络就是一击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兆网络 那你调到这个参数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对吧 这个参数对你来说 呃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 因为毕竟你的一个传输 就是说网络传输这一块只有这么多速度 你调大的话也没用 然后我你看我们这里啊 呃 默认是1.24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调大一点 调到32 呃 这也是我们网易的一个 试用啊 就是网易邮箱 我们的一个使用的话 就是会有这几个参数啊 就会有这两个参数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就这两个参数 啊 都是调了32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点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 如果说你的网络是快的 那么呢 调这个参数是有用的 好然后呢 我们继续啊 呃说了很久 是不是 然后 这两个参 这两个方式的话是 我们之前的一个实验中 总结出来一些经验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的 就是应该所有做类似这种 多现成开发的啊 都应该明白一个点 就是对于耗时的一些任务 我们尽量能够做成独立的现成 内体的话 它只有 我还是画个图啊 内体它是这么一个工作模式 我们说reactor 对不对 一个是accept accept reactor的一个模型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IO 对吧 一个个请求慢慢的就这样传输 传输到后面去 由后面的一个 首先是一个用户的请求 user 到达我们的reactor 我们的event loop NIOevent loop 由这个accept 首先负责接收 接收之后呢 再交给我们的 如果真的有数据来的时候 对吧 我们的IO 这一个 NIOevent loop 它会去 循环的啊 去检测我们有没有新的事件发生 那么这个地方呢 默认的情况下面 它是几个现成啊 默认它是我们的 跟我们的一个 点开啊往大一点 跟我们的CPU有关系 对不对 当然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去调的 你可以调成CPU2倍 或者CPU3倍 那不管怎么说 它的一个数量呢 在雷铁一个建议中 是越少越好 是吧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一个点啊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请注意看 只有两大块啊 一个是我们的ACCEPT group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IO group啊 就是两大分组 这两大分组的话 第一个就自然不用说啊 它主要是负责去ACCEPT 所以它的压力不会很大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IO处理的 IO处理的时候 它的一个调配 在调配的时候 首先你可以看到啊 Default 一个现成数量 它的现成数量是乘以2 那么乘以2的话 就意味着它的现成数 不会很多 现成数如果不多的话 它是怎么去承担 我们这么多的请求呢 是吧 我们每一个请求 这些handler全部是在上面 说的IO现成里面去处理的 如果说我们在此处 比如说在最后的一个handler中 请注意看啊 我这个地方的话 仅仅是做了一次打印 仅仅是做一次打印 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还要抄数据库 对吧 比如说用户发了邮件 写了邮件 它要保存 它要保存草稿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 我们后端去操作一个数据库 对于这一类型的操作 它是会主摄现成的 那这一类操作的话 如果说做的比较多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16核 对吧 32 32个现在在这跑 此时正好有32个用户 好 这30个用户呢 他们提交了一个保存邮件的请求 那么我32个县城 每一个啊 我就是每一个县城去处理一个用户 好 结果这32个全部在这里卡住 对吧 等待着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好了 这时候的话 我的其他功能就做不了了 是吧 32个县城全部被堵在数据库潮做这一块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在此处将业务操作耗时的操作 交给县城池去处理 那么交给县城池处理的话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 通过我们的一个自定义县城池 可以吧 这个自定义县城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制定县城池应该都明白吧 我们都学过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添加 Handler的时候 定义一个 定义处理Handler的 县城 就是我们在添加的时候可以去写 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在此处 如果说我们再提交一个县城的话 就比较麻烦 我们自己还要维护一个县城池 那么这个可能觉得比较繁琐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一套的操作 把这一个方法的全部执行 把这一个Handler的执行 全部交给一个单路县城 而且我们的原来代码不需要改 怎么去调整呢 就不是通过自己去写一个 显证词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写的时候 我这里写了一个 这里再重新写一遍 在写的时候 event group 我们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县城池 对不对 定义一个bz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去定义 而且它的大小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我们可以控制在10个 那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 控制在20个 200个 对吧 再添加一个Handler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Handler Dcode Handler 那我想给它 定一个执行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Handler 我想给它交给独立的县城 这样的话就不会主射我们的IO处理 对吧 它就不会主射IO处理 那么我现在呢 在这里打印一个 把Handler实行的时候 加上我们的bz 这么一个group的处理县城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打印出一个当前的县城 对吧 把当前的县城也打印出来 好 这个县城的话 打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让同学们看一下 对吧 这是第三个点了 如果说你不这么做 可能会主射 那么你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是吧 毕竟你是要处理高频发的时候 那你的一个县城都被主射了 你就麻烦死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首先啊 这里有打印两段不同的话 一个是 一个是我们的内容 对吧 还有一个是解析数据包 你会看到它的group 编号是不同的 -3-1 对吧 一个是-4-1 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县城分组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再去定义一下 为了能够更好的去监控我们的一个程序 在所有的这种多县城开发中呢 不建议大家去直接通过什么stride pool这种方式 命名没有一点点意义的 千万不要这么去命名 建议的话 大家能够去指定一下 县城的一些名称 好吧 你可以去指定一个县城的名称 你比如说 在我这里的话 指定一个begin 然后stride pool 根据我的需要 可以去定义 stridefactor里面 定义一个名称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 后缀 对吧 第一个县城我们的县城池里面 第一个县城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话 有助于我们后期去爬杀错误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毫无意义的 那么一点点用处都没有 就是看起来没有一点用 如果说你换成一个有意义的话 那么这个效果呢 你在监控的时候 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好看到没有 是吧 这里就很明显可以看到 在处理我们编辑码的时候 用的是nlo event loop 那么在处理我们实际的一个业务处理 我们最后在有一个controller的时候 我们说要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他用的是biz thread pool 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县城了 也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一个单独的指定 直接在添加的时候 维护的时候去使用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一块明白了吗 明白同学可以好吧 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已经明白了这个点了 就实际上我们在写代码的过程中 要说有什么最佳实际的就是每一个细节 你都要注意 就是每个细节点 你要防止阻塞 然后呢你还要防止一个处理比较慢 然后的话我们来继续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根据你的情况来啊 对不对 每一个任务 在我们之前讲一个 可能啊没有看到是吧 我们的tomcat里面其实也有讲 一个请求他要处理的事情是有不同的 这里的话我就说一下网易邮箱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呃我们在去做一个邮件服务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的一台服务器有时候只有1万个 1万的级别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一个邮箱服务 其实只会有1万的级别 那1万的级别 你会感觉到这个1万好像不多 对吧 但是其实一个请求它的复杂性是很嘛 他后代的一个 一个实现复杂是很复杂的 他的一个实现逻辑是很复杂的 因为同样的一个用户啊 不同的一个用户发送同样的一个请求 拉取邮件属性 对吧 拉取邮件信息的话 可能 A用户只有10个邮件 10封邮件 B用户的话可能有1万封邮件 那这个10封邮件和1万封邮件 这个处理逻辑啊 是有不同的 对吧 结合我们刚刚的场景啊 同样的是一个请求 我们为什么要分配200 对吧 有些请求他要是调用这个HTTP接口 对吧 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自己的BIG 我们的这个BZ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县程池 在这里面的话 对吧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参数 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参数可以调的 关键在于说你的业务逻辑是什么 有些人说这个地方老师会不会有这个县程平方切换 我是不是应该和CPU一样的错误 啊 不是这么绝对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一个县程处理的话 就是通过HTTP结果调用 这个接口需要 3秒钟才能返回 对吧 3秒才能返回结果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我设置为8 我的CPU核数是4 我设置为8个CPU 8个县程 那你8县程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只能够发起8个请求 对吧 3秒钟之内只能够发起8个请求 而且这些县程全部在这里 每次试试看 你的CPU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 为什么低呢 是因为每一个县程 他就是去做了一在这等待呀 在这主射呀 对吧 所以你的一个实际情况 可能根据你的具体的业务逻辑 你每一个业务逻辑处理的耗时 是否会主射 如果说它是一个纯CPU的运算 3秒钟 那么OK 你可能 不需要设置太多的县程数量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 计算型的任务 如果是计算型的 消耗CPU的 你的限制数量 越少越好 一般来讲和CPU的核数差不多就行了 但如果说你是有主射型的一些任务 建议你的县程的话 要根据你的情况 逐步提高去调整 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值 线程太多了 会有频繁的切换 会占用我们的内存 线程太少了 没有充分的利用我们多核的特性 没有充分的压榨出CPU的一个性能 这个地方 就是要去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调整 所以灵活的地方就在这一块 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做 这个人啊 理解的话 Q1啊 这位同学 因为有一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 那就会有多个同学 也会有这个问题 这里的话 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就是这位同学提出一个问题点 好 这里的话我们来继续啊 是吧 刚刚说的呢 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场景 然后我们来继续说到一些开发的细节 其实整个内体的一个使用这一块本身 我们接触过NIO了 大家都是学过NIO的 那么对于NIO的一个性能呢 大家其实都能够知道 单纯是处理一个网络请求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 是吧 然后内体呢 它的性能高 它不仅仅是说一个线程模型 结合NIO的一个优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的Better Buffer 对吧 哎 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它的这个带有缓存缓存功能的 它有自己的一个内存 缓存 还有对象复用的一些机制 我们说这个是内体 它高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 有一个小小的点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如果你以后使用内体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跟你举个例子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一个简单的逻辑吗 对吧 这个逻辑很简单 看起来啊 都没有什么低扣的 好不好 我也不搞什么多线程吧 我们就在这里 就单独这一点 handle在处理的时候 那handle处理 处理的话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处理的话 看起来以前没问题 是不是啊 对吧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我这个代码 应该没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吧 拿到一个请求 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掉用handle 掉用handle了 然后我输出一个代码 好像是没问题 对不对 觉得没问题的话 扣一是吧 至少从你的感觉来说 你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扣一好不好 看不出来的话扣一 看不出来就证明 你以后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同学肯定能看出来 像这个爱家家同学 之前就说过了 我就是昨天上课的时候 他就说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前面说了 better buffer 它是一个 带有缓存对象复用的 我们这个better buffer对象 它如果平凡状件的话 nate里面 它自带是有一个 复用的机制 但是像这么写的话 其实没有完全复用起来 为什么没有复用起来 我们在这里打个断点 好吧 打完断点 打完断点的话我们启动一下 那是吧 问题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 去跟进这个问题的话 就比较复杂 就往往你会发现 所有的一些 这种所谓的bug 所谓的一些内存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性的问题 它都是有一个很小的点导致的 这是我们在长 不管是一家公司 还是多个多家公司 还是多个部门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往往就是一个很点 很小很小的点 它会埋下一些货根 所以我们优化的话 并不是说一个大量的代码改动 其实很少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些微调 一次微调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buffer 启动了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 什么测试呢 我此处的话 做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测试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的话 是去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呢 每隔五秒钟 发送一次数据 好吧 每隔五秒 发送一次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在用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连接 对吧 因为我一直没有关闭这个连接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说它在这里去使用的话 OK 这是一个数据 对吧 雷体收到这个数据之后 会封装成一个bidbuffer 那当前这个bidbuffer的对象是1411 看到这里啊 1411 是不是 好 我们把这个使用呢 先让它跳过去 第一遍运行1411 哎 第二遍看到没有 1423 对吧 又变了一个好像 这个好像没有对象 这个对象每一次都是不同的 1427 哎 看到吧 1431 对不对 啊 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对象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没有实现一个复用 哎 啊 如果说看过雷体的话 之前应该知道啊 这个对象实现应该是可以复用的 bidbuffer 当我们的 这个 来我们打开了 nlo invent loop 他在轮巡事件的时候 轮巡到一些事件之后呢 他会处理这个key 他在处理的过程中 会根据不同的事件类型去做不同的一些处理 如果是连接的话做什么处理 如果是写入的话做什么处理 如果是读取的话做什么处理 如果是读取的话做什么处理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读取的过程 读取的时候 他会用到我们的一个bidbuffer 对吧 这个对象是申请一个缓存区 直接缓存区 在这里的话前面谈过啊 他是有一个复用机制的 这个对象啊 我们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他是可以复用的 但是刚刚的效果中没有复用 没有复用 但是后果是什么呢 跟同学们来演示一下啊 此处程序一直在运行 没有复用 那么也就意味着每一次数据请求 我们这一个连接啊 请注意目前是一个连接 每一次请求数据 每一次发送数据 我们呢都会创建一个对象 对吧 刚刚我们看到了啊 handle的这里 每次的对象都不同 意味着就是啊 这一个连接下面啊 我们来等一等待一会儿 那来了是吧 message 你看14现在是14多少 1445 对不对 每次都是不同的一个对象 再看一下 1445 这里呢1451 好 能看清吗 能看清的同学后一啊 因为这个字里有点小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 在这个加坏面1456 看到吗 不然我我讲了很久 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没看到 那就有点尴尬了啊 每一次各项都不同 会导致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 来用一个监控工具去监控它一下啊 呃 用一个什么监控呢 JVisual VM 啊 Java的这个 我们说啊 Visual VM 这个工具呢 是我们去用来做一个系统监控是经常会用到的啊 后面的话我们这一次课我们后面不是会用它来做一些比如说内存呢这些问题的一个监控吗也会用到这些工具去跟他讲解比如说分分析内存的这些东西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打开啊这是GDK里面有的GDK里面有的GDK里面有这么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的话你可以去连接到一个JVM啊比如说我这里呢是我们去用来做一个系统监控是经常会用到的啊 现在的话连接是我们的雷体Server 雷体Server点进去啊点完之后的话你会看到这里他当前的一个比如说GC的信息对吧内存的一个使用情况啊GC的次数啊这些东西以及说我们的对象什么说到老年代去对吧 你看啊新生代在这里一种区s0s1然后这一块是老年代啊这里面一些参数都可以看到啊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点击这个抽样器好吧查看一下内存 就我们看一下当前的一个内存情况啊这个内存情况的话内容很多啊你可能不一定说一眼就能看到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过滤一下我们过滤一下当前的刚刚要跟进的一个东西叫做Bed Buffer 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类啊跟进了这个类呃跟进完这个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里一个地方啊我们按照实例的数量进行排序 好吧默认使用的是带有缓存功能的非安全的堆外内存 对吧所以这个是每一次内底他收到一个数据之后啊会有的一个助理啊有些说这个地方看不太轻是吧好我来把它放大一点啊看一下啊这个窗口我还真没有去 试过啊我们也去试过这个地方怎么去放大 我估计确实是有可能说出现肢体不清的一个情况 我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可以放大的一个 啊方式啊目前这里的话试图工具难应用程序工具工具难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好像没去试过啊 啊这个就是一个大屏幕啊你们只不过是个软件的内容有很多 所以呢你会看起来显示没有那么 啊我看一下有位同学提供了一个方案按windows键加加号 是吧我看一下啊在这里有一个放大镜OK 感谢这位同学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正规放大了对吧 我们来停靠到这一步吧 哎我们来试一下全屏镜头 看一下这个工具怎么去用啊在这里 对吧哎是这么用的应该还挺方便啊看起来 在这个地方啊看到了是吧感谢这位同学的一个 帮忙哎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困难啊 嗯啊200扩大200差不多 好在这个地方啊 嗯首先第一个选择的是我们的服务在这里啊你看雷体看到了吧 然后选中的是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抽氧器啊上面这个地方 然后再往下来选择我们的内存他会不断去监控 我们在最下方此处啊会有一个过滤器 看到没有一个小小的漏斗的形状啊有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呢他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效果 把我们的叛了巴巴相关的一些类看到这个是一个实力 对吧这个实力 他是不断在变化的 而且我们看到排名最前面的就是我们说的 雷体的默认巴巴的对象 他这个对象的话啊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 啊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内容点 他会不断的变化实力数量占用的字节 然后你看最后面啊最后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实力的数量啊他会慢慢的增加 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 如果说你看我一个连接上浅是这个情况 如果说我现在变成有 5万个连接1万个连接 那他就会变成20万 28万 30万 对吧变成30万个对象 哎你看到没有 36 是不是不断往上走不断往上走 44 他可能会变成好几十万的一个实力数量 那这个字节那我们的内存占用 他就会变得更加大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要去处理的 为什么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这么个原因啊 在我们去做这么一个系统的时候 如果说仅仅是 如果我们仅仅是做一个小型的系统的话 其实不需要不需要去管这个问题 不需要这个问题 首先声明给大家说一个点 类体中 这一个对象 如果说你慢慢变多 G11是会把它回收掉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41 对吧 点击一下执行G11 对象 立马变小 会被回收 理解吧 这是第一个点 但是 这个回收的代价是什么 在 G4的一个问题中 有一个说法叫STW 对吧 STOP这WORD 垃圾回收是有代价的 会停止我们的 我们说这个就叫STOP这WORD 可以不管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放任不管的话 这个回收的 频率会变高 回收的频率会变高 回收频率变高 回收频率变高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一个 由于GC导致的一个停顿时间 就会变长 你可能 处理10毫秒的数据 10秒的数据 里面有10毫秒 是因为GC大的延时 每10秒钟 发生一次新生代的回收 对吧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创建一个对象 我们的Buffer对象 默认一个对象创建出来 它是在新生代 对吧 那新生代的话 它就会频繁的这么回收 频繁回收 给我们的就是GC的一个性能 消耗变大 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 就是使用 要将内体的这个Buffer 复用的机制 要用起来 但是我们刚刚的代码是有问题 看这个地方 没有去 让它回收掉 让它变到我们的一个 复用词里面去 这个Buffer对象 我们这个Message也就是 我们需要去使用它的一个回收 Release 我们说释放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 是一个比较要关注的点 Buffer 点 Release 对吧 要把它记得把它放一下 释放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复用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吧 第一步的话 我们还是先来通过Debug的方式 去看效果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当我们在写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时候 你以后只要用内体 你肯定会接收了 你肯定会触发去使用这么些东西 但这一个小小的细节 可能会带给你带了一个大大的性能提升 现在运行一下 对吧 我们之前就调过这样的Bug 就是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之前在网易内部 油箱内部 我们碰到过一些问题 经历过的一些场景 只不过要把一个油箱的业务逻辑去说明白 还不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对吧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它的业务逻辑是很复杂的 来这个是第一个点啊 我们运行的 然后再运行一个schedule 把弹碗呢 跑起来 好我们继续去打一个断点 对吧 在此处 handle了这个地方 打个断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的目的啊 目的的是为了让他去做些复用啊 当然我们没必要说这么一个个去点 理解吧 这么一个点其实作用不大 好吧 作用不大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啊 1416 每一次都是1416 我只有一个对象看到没 就一个 因为我只对应的是一个连接嘛 再运行是啊 你看还是这个1416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再去监控一下他 好 再来监控啊 这监控的话我们就换一个了啊 在这里再选择一下最新的这个pid 我们继续把它放大一下啊 这的话可能要 那我们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 在这个地方 选中 选中这个native server 双击一下 然后的话看到这个抽象器 对吧 还是点到这个最上面啊 有个抽象器 点完之后呢 选择内存 然后这里不要停啊 不要停 停了之后的话就是一个瞬间的状态了 然后再去过滤到我们的battle buffer 好 回车过滤 再按实力排序 点击一下 他就有排序了 啊 他就会有个排序啊 降序 升序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呃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 Poor unsafe direct Battle buffer 就是堆外类存 这个鬼玩意儿就已经 被我们给什么呢 完完全全的搞掉了吧 是不是 他现在只有几个啊 哎我们先看到一个 是不是 实力数量 所以这个在做高并发的时候呢 是很管用的一个小小的招数 但是如果说你没注意 他虽然说在平短的时间内 看不出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的量一大了 这个问题 他就会变得很明显了 理解吗 所谓的高并发开发难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么一些难点 就是针对于这些 呃一些这种小小的点啊 他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哎这里的话 啊 理解吧 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我们要说的这个用意 理解了吧 他有什么作用 并不是说这个对象不会被回收 而是 提高 我们的一个性能 降低 哎 这里啊 降低一个 GC 新生代 请注意这里应该是新生代 毕竟我们每一个请求是处理很快的 所以这个白了爸爸的 他可以 可能会被 马上就 自围空啊 马上就没有任何引用 即使呢 会把它回收掉 但这样的一个代价就是 平凡就是 去做GC新生代的一个回收 明白的话 Q1好吧 这是很多 呃 刚写的时候 会碰到一些问题 包括说昨天 我为什么没讲呢 哎就是希望让同学们呢 知道 这里有一个问题点 哎 我放到今天来讲 对吧 昨天我是没写这种代码的 啊 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结合到 你看结合到了GVM的一个GC的 知识 再结合到一个内体的知识 两方面的知识结合之后 你才能够说提出这么一个优化的点 才能够知道 要注意这一个小小的地方 否则的话是看不出来 只能够知道哎 怎么老是有GC 对吧 我们的处理总是上不来 内存总是占有很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小点 呃 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手工的去释放啊 这里的话还说一下 呃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 雷底他已经充分的帮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的话我用的是 一个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适配器 对吧一个简单的实现 呃 我们可以怎么来写呢 就是当我们去写一个憨的了的时候 要想去打印这句话 对吧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啊 嗯 然后把它剪切一下 来剪切起来 是吧 把这些代码全部删掉 我们可以不去实现 啊 不去继承这个 在内体里面有一个 叫做三百圈了 英帮的 喊得了这么个东西 他已经帮我们默认的去做了这么些工作 如果说现在我们要去啊 读取的话可以直接去继承 三百就是一个简单的读取器吗 在他的一个内部 就已经帮我们实现了这些释放的工作 看到吧 首先这个三百圈的一棒的事件处理器 入战事件处理器的话 他默认已经帮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做了一些释放的工作 对吧 release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你知道吧 就是可以用直接用它 但是用它的话也有一个点 就如果说你后续的处理器 还要想继续使用这个message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 release是降低 是减少我们的一个引用 如果说你还要去使用的话 你可能在注释上面你可以看到 你需要再去通过我们的return这个方法 去给我们的引用技术加1 知道吧 你可能需要这么去写一下 你后面如果还使用的话 毕竟我们的处理器它不仅仅是一个 好 然后除了这个方式的话 还有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这么去写 对吧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进程它 你可以将这个 事件继续往后去 传播 CT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说过的 责任链的处理方式 这个事件呢 我还继续往后传播 那我往后去继续传播吧 对吧 我处理完了 然后我想继续传播 那这个做法呢 是利用了我们责任链 处理这一块的一些 一个小小的点 就是利用了最后面的一个对尾 有一个叫做tile content 这么一 这么一个处理器 它是放在我们责任链最末端的 它是一个inbound的处理器 对吧 所有入战事件最终呢 会去掉到这一个tile content 里面定义的一些事件处理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ray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当有消息过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tile是最末端的 尾部的处理器 整个调用链录中 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读取啊 稍微等一下啊 channel read 在这个地方 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有一些 呃 相应的读取的功能 会直接不断的往后去 去放啊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关于这个release的实现啊 我们来 再看一把啊 此处在这个地方 哎 还要找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吧啊 加上它之后 嗯 右键运行 好 在这个地方啊 继续右键运行 就我们可以把这个message交给后面的处理器去做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里就把 channel给做完了啊 把我们的这个消息给释放掉 你可以在后续的处理器 你还有很多的处理器要去实现的话 你可以继续往后走 吧 可能还有n多个 处理器 那么你可以在最后一个进行一次释放 好 那这个一点的话 就希望同学们要注意啊 还是和性能比较息息相关的 OK 我们运行完这个之后呢 嗯 稍微消化一下 就这一块的点 就是关键是思路啊 这些小点上面 哎 怎么连一个debug都没进呢 在这里 打出一个debug啊 运行 然后我们的这个bubber对象 message 1420 然后我们继续啊 继续运行 对吧 你会看到依然是1420 是吧 我们没有释放了啊 请注意这个地方 没有释放 那么在整个一个调入链路上面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处理器 会帮我们去做一个释放 那么可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整理链上面啊 有哪些处理器 对吧 当前这个链条 next 然后next 他还有哪些处理器啊 当前的话是我们的 x handle x handle 后面的话就只有一个了 就是tile handle 啊 就是我们的末端 是吧 所以最终的一个处理啊 肯定是由于他去做一个释放 所以呢 让我们的一个消息能够得到复用 懂了吗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 嗯 来一个提问的环节 可以吧 来一个提问的环节 就是刚刚讲的4点啊 刚刚讲了4点一个实践 然后以及说针对这一块的一个重点啊 这个是重点 关于这个地方的话一定是一个重点 然后还有一个后面的一些内容点 我们再放到待会再来讲啊 我们花这个首先啊 接下来就是休息10分钟啊 休息5分钟 好吧 休息5分钟 然后在5分钟之后 我们同学们整理一下问题 就这个过程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整理一下问题 我们在9点过6分继续 好吧 9点过6分继续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问题整理一下 肯定是我会有些疑惑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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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开始了啊 就刚刚讲了一堆 嗯 结果发现没有开声音 有点搞笑 我说怎么没人回复 喊了好几句都没有人回复我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幸好有同学已经说了一下啊 开始了开始了 啊第一个点 release不是说要release是一个是 这个是一个复用的方法 release是一个函数而已啊 只是引用技术减一 我们的一个release的接口定在 在count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release的接口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实现 不在这里啊 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实现啊 在实现的过程中呢 呃里面有啊我看一下是哪一个啊 我们的reference啊 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个实现的吧 对吧 对吧我不想运行了 所以我想直接找一下 看来还是得去运行一下啊 这个对在这里 release本身是对引用技术减一 但是它的最后这一步骤 啊在当我们的引用技术是一 现在马上又减一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回收的过程 这个回收的过程里面 对吧 看这个地方 回收的过程里面 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pool 这一块的啊 你看pool的对吧 带有持的一个功能 看到没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它就要recycle回收 你了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recycle机制 就是把当机的这个项 又放回到一个 站里面去了啊 这个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个站 你记得吧 他自己定义的一个stract 就是用来去保存这种对象回收的 啊 现在能明白吗 那至于这个同学们提到的啊 这个什么 泰尔 还content 这个处理器 它是做什么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处理器里面 它其实实现的是我们的 而不是stract channel handle 的一个content 但是但实际上呢 它又是一个inbound handle 也就是说我们的入战事件 是会被它处理的 但是它的为它的顺序是在我们 最后面啊 在我们最后面 比如说这个下面是socket 对吧 我们入战事件是由socket的底神蹦出来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tile它是我们的尾部 是吧 这是尾部 它专门去负责一些收尾的工作 啊 它专门去负责一些收尾的工作 那收尾的工作 你可以在这里面啊 一个个去点开慢慢的去看一看 对吧 还有我们的hand 是吧 我们首先在梳理的时候 就把这个顺序梳理一遍 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呗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继承了这个什么object 这么一系列的这个鬼东西 啊里面很多方法 它都可以去直接用 那么它也就是因为的 它可以实现我们很多的功能 好吧 你看啊 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功能点 对吧 我们有机会也自己想去看的话 也可以结合前面我跟你们分析的这个调用链路的分析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head 对吧 一个有头还有一个有尾 一个头一个尾 这两个是固定要存在的 每一个pipeline中都会有 知道吧 每一个pipeline中啊都会有这么两个 最前的啊最末的最末尾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说的两个点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提的一个问题 是吧 结合我们的那个图来看一下啊 这个阿佳佳同学提的一个问题点 是吧 嗯老师 网易邮箱服务器调用外部的HDP请求 或者数据库连接 是采用主设施的方式吗 对吧 难道不能够用NIO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哎这里的话这个问题提的相当好 好吧 嗯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思考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服务端可以做NIO 对吧 那其实客户端也是可以做NIO的 网络处理我们都可以做NIO处理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却发现 调用接口或者调用数据库没有去做呢 对吧 对吧 这里的话提一个点 哎 刚刚我只是说啊 HDP的一个举例 对吧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JDBC的话 好 绝大多数的我们JDBC驱动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他都是在他出现了一个早期 还没有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啊 甚至说还没有我们的这个NIO 对吧 他都是基于BIO去设计的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的话我们JDBC的操作 他都不是啊 基本上应该有没有少数的 我可能不太确定啊 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个 BIO的方式 主设的一个方式 所以你没办法去说实现一个 非主射的一个实现 JDBC它也是一个规范嘛 它也是个协议 把他的一个标准中没有规定说 哎你是非主射 那么你的代码就不能随便乱写 那你随便乱写的话 那这个不符合标准 是吧 这个 埃加加同学明白了吗 是吧 并不是我们不用 就要像瑞迪斯一样的啊 这个瑞迪斯客户一样的 有一个组件叫做瑞迪斯 很多客户端实现的时候 也会用BIO 但是有很多客户端也会用NIO 这种的话就没关系 对吧 但是JDBC不同啊 JDBC你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办法啊 就都是这么做的 驱动只有这么斜 所以你没办法去实现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析啊 这个的话 这是为什么前面提到的 在网易邮箱后端这一块 其实你会发现它更多的是些小的细节 这么去调优 去调整 因为还有一个复杂点 就是它的业务逻辑 前面说这个业务逻辑的话 说到一点点啊 我们再提一下 我们说拉取消息 有些人是十条 有些人是一万条 这个拉取的过程 一千条 这个拉取过程 是有一些明显不同的 啊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也要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 你拉取到一万条 或者说一千条的时候 这个信息很大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哎 我们说一个请求过来 是不是我就马上发一个响应啊 对吧 这里当然不是一个response 是一个写的过程 对吧 这里是读 锐的读的话 发现它是一个 一个finch 一个操作 就是这里说一下 这个操作的话 是邮箱协议里面 我们说的一个inmap 这么一个协议 去定义了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呢 就是我们去获取一些信息 那么获取信息的话 如果是 这里是一千条啊 不是一千万 如果是一千条 我们会把这个结果 这样直接去写出来 对吧 一般来讲 是这么直接去做的 但是的话啊 我们在实际去处理的时候 可能呢 不会一次性把一千 或者说到一万 这么多的结果 全部读取出来之后 再给用户返回 哎 我们邮箱在设计的一个过程中 就发现 有这么一个问题点 如果说我的一个请求 发送过来之后 啊 然后哎 他是要拿取一万条消息 一万条信息 哇 那这个东西很多吧 是吧 我们要分什么 其实就是分页的意思 我们在后端读取的时候 写数据 也是分批字去写的 能解吧 当我们发现哎 这个请求 嗯 这一次的话 要处理数据有点多 啊 邮箱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其他的一些简单的 这种场景 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啊 邮箱场景下方就会有哎 比如说这个一千个 对吧 或者是一万个 五千个 那我可能会分成五次 处理 我可能在业务处理的过程中 我会把它划分为五个批次的任务 这个批次任务 在之前我们讲这个加网里面的一个多线程的技术 叫什么 否认 或者是说我们之前说了这个future机制 就可以实现类似的一个效果 啊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把五千呢 变成五个一千一千的任务去处理 哎 在我们的一个后端会经历过一次计算 首先是计算出来 此次操作会影响多少个邮件 多少条邮件 然后将这些如果说量很大的话 我们会拆分 啊 进行一个拆分 拆分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拆分成多条小的任务 每一个小的任务呢 再去返回一个结果 这么做了目的的话 同学们要明白 就是第一个点 防止超时 啊 这个请求的话不能够超时了 因为客户端长时间等待 发现你这里五千个五万个处理很慢 那么他就会有一个过程啊 他就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就是这样的分批次返回呢 快速的返回小的结果 能够提高啊 提高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效率 就是防止他出现超时的情况 第二种啊 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个点 啊 就是我们在去处理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分批次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有些用户要返回的信息 它是比较多的 而且多到啊 油箱的话 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一些场景了 就是油桶里面的这个数量啊 有些是几千 有些是几万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要根据他的一个数量拆分 拆分之后呢 还能够去降低一个 这个Io的主射的情况 为什么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会有Io主射的情况呢 还是绕回到我们的TCP的一些 简单的内容点 在我们写数据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把数据写 写到我们的内存中去 对吧 要用我们底层接口 把数据通过啊 我们的这个底层 网络接口写出去 但并不代表说这个数据 马上就会发送到我们的业务端 不会马上说发送到我们的业务吗 如果说你的这个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面 请注意我说数据量大 是指多个用户 含量的用户在同一台幅上面 进行一个读写的时候 你的网络出口 对吧 为了防止说出现一个或者少量用户 导致我们网络的一些处理啊 被占用掉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时候 会批量去处理 举个例子 A用户 我这里来设计个例子 A用户的一个邮箱的话 他很少东西啊 他不怎么用 对吧 但B用户的不同 B用户天天去这些网上面 搞各种各样的鬼事情 是吧 他的邮箱可能达到了上万条 那AB两个用户的话 同样的发起一个请求过来 这时候我们的服务器就在处理啊 他发现 是吧 当然实际情况会更多 那我这里只是举两个场景啊 A的一个处理量很大 对吧 他把所有的资源啊 这个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他把所有资源全部占用掉了 那我的B的处理 对吧 B以及说其他人员的处理 可能会受到少量的 大数据的A用户被他占用了资源 因为他的数据量比较大嘛 那他把我的网络也占用了 把我的这个 Io处理的线程也占用了 那我B用户的话 就可能要增加提高一些这种操作时间了 原本我只有10个邮件 可以在很快的 比如说10毫秒就可以处理完毕 对吧 但是由于我在等待 其他人员里等待这个A用户 那我就花了很多时间 对吧 可能变成50毫秒 这样的话 其实就降低了我们整个 一个用户的体验 对吧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就会分成多个 拆分成多个小任务 这样呢 在两个任务之间 可能会插入一个B的任务 对吧 他的一些任务全部被拆分掉了 那我可能在写数据的时候 中间插入一个其他用户 或者说其其他的一些用户的数据 写入的事件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对应到一个代码的话 就在这一块 我们写完东西可能要去做什么 比如说Channel 对吧 我们可能要写数据 我们可能要往里面去写数据 对吧 那这个地方你写10KB 十字节 和你去写10KB 那这个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呀 你消耗了资源 对吧 你占用的这些资源 它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大的任务呢 比如说他就是要获取1000条 10万条这个邮箱的一些时间 邮箱的标题 邮箱的大小 就是邮件的大小 那我们可能会做成多次处理 比如说当前用户 我们分析他的请求 request这个内容 发现计算之后呢 他要处理你的内容有点多 那么我们会分批次的去写 创建一个队列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写他的一个内容 一步一步的处理 分批次处理 那么此处的话结合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说过了一个 foggering的一个概念 把大任务化成小任务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思维 那这种做法的话 嗯 第一个点啊 是目前邮箱这一块 碰到的比较 比较多 那其他场景的话相对是较少 因为很少说 会做一些大量的内容传输 就好像我们在买像淘宝 对吧 或者说像这个严选 或者说考拉 其实他们在传数据的时候 其实传的不多的 基本上传的多的话 真的就属于有邮件这一块 在处理的时候有时候传的多一点了 因为他们都是这种简单的表单提交 你也可以发现其实互联网上面 很少说有要你填很多很多的信息 要去传输的 可能唯一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内容大的 可能就是上传一个文件 这些的可能是数据比较大的一些点 但其他的都是表简单的表单提交 一点点的数据的不会特别多 那这些优惠是我们在做这个网易邮箱的时候 得到一些体会 就是我们要 尽量的就是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够参与进来 就是体验好一点 就不能够说出现一种大任务主射的情况 这是一个 我们在写的时候的话 还是要去控制好 Io的一些流量 也避免说出现我们的这种任务 大任务占用的一些资源 然后还是绕回到一个点 因为我们在真实的一个使用中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类体的服务 对吧 一台类体的服务 我们有时候只做到了1万 了解吧 我们实际上在这里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个类体 对吧 不属一台服务 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你别看昨天我们并房量很高 是吧 这里也跟大家说实话 并房量高其实没有太大用处的 关键还是你的业务处理 那我们的业务处理的话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根本就撑不起他的一个变化量 因为一个请求 你别看只有一个请求 但是他后台的一个运算是比较复杂的 request的和我们后台的一个运算 资源占用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单台QPS是在3000左右 我们单台QPS是在3000左右 但由于我们是处理你想一下一个邮件 有附件有各种各样那些要处理的一些东西 所以相对来说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啊 我们还有比如说拉数据啊这些东西 所以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当然我们也是控制了一个机器 对吧 也不想把机器的压的太死了 毕竟是一个也是我们的主打项目 所以我们的一个资源使用率实际上我前面说了 就60%70% 就预留了很多空间 并没有说把这个资源压了死死的 所以我们是有意的去控制这个团团量 我们这个QPS在3000每秒 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话 这个应该指标 其实并没有说体现出我们的程序啊 写的有多么好 优化有多么好 体现不出来的 因为主要还是看每一个请求 像邮箱的每一个请求啊 有附件啊 有这种保存草稿 有拉取这个内容 还有就是拉取标题 主要还是看不同的一个 业务 它所消耗的CPU 业务处理 所消耗的一个CPU 单纯去看一个并发量的话 去衡量一个系统 到底有没有高并发 有没有什么的 其实是有时偏颇的 希望同学们要明白一点 诶 怎么又跑到正前了 知道吧 就是以后你在工作中 如果碰到类似的 你第一个点 如果单纯去抛弃我们的一个业务逻辑 然后追求QPS或者追求并发连接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是结合啊 在这一块去做一个细分 去结合每一个点 结合每一个业务场景做一个细分 你知道吗 这一个点啊 嗯 然后又花一点时间啊 看一下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 对吧 针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区域啊 对吧 只是啊 这个地方是跟大家说用一个业务的实力 对吧 因为我们的一个实力中 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命令 它带来的后端CPU的内存占用 是很大的 它是一种资源消耗率比较大的一些请留 所以我们的通通量没有没有做到什么上万 你没法控制一个用户的请求 它到底会有多少 啊 那这里的话就是 呃 一个概念啊 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中 同学们如果说以后会碰到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说你以后你没有这种大任务处理 你的这个任务都是这种 计算型的 或者是说很快就能处理完的 你就不需要去考虑到我们的任务拆分 这个一个问题 知道吗 你就没有必要去考虑到任务拆分 但是如果说你做的这个数据 后台处理是比较频繁的 比较消耗资源的 那你就要考虑到大任务才分成小任务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啊 防止说客户端等待超时 第二个就是 尽量的就是让 很多的一个 请求能够呢 并行的处理 防止出现大任务 占用资源的一个情况 消耗掉资源的情况 呃 同学们继续啊 我们来继续看 好吧 这个是 前面说的 在整体架构中 我们做的一些 嗯 在实践的过程中 做的一些优化 做的一些调整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 就是在内体里面呢 嗯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去看一个 我给大家发一篇这个内容啊 在内体里面 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内容点的 好吧 稍微等一下 我把这个内容呢 打开一下啊 在这里 在内体里面 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内存泄漏啊 或者是我们防止出现引用导致的内存泄漏 在内体它本身提供了一个监控的措施 啊 监控的措施 如果同学们有这个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块的内容 其实它就是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监控的措施啊 我们可以通过java.d 我把这个地址呢 这个地址其实就在我们的wiki上面啊 大家可以去看到的 他有四个级别 默认的话是他会抽取1%的这些啊 抽样 抽取这个buffer 来做检查 看有没有说 可能会产生一些内存的泄漏问题啊 之类的 然后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具体的位置 如果说你去配置一个 advance的话 他会有一个具体的位置 对应到每一项代码啊 哪个地方 对吧 where 就是哪个地方会有一些泄漏的可能性 他会抛出这样的一个异常 如果说以后你碰到这样的异常的话 你就要知道了 可能啊 是因为我们的一个 呃 引用没有 甩开 对吧 没有去减掉 就是我们引用技术 没有去进行一个 削减 呃 这个是 一个啊 同时呢 呵呵 这个就有点 这个其实就是世界家里面的一些 引用技术的概念 他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机器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 引用技术是很多 语言他都采用的一些方式 然后还一个就是我们在上线的时候 怎么去避免出现同学们比较关心的内存泄漏问题 尤其是写类体这样一些底层框架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你第一个点 需要 让你自己的程序长时间去运行在一个环境下面 你做压力测试的时候 不能够说压个 十分钟 十五分钟 这个是不行的 建议就是你压测的话 如果说你是做底层的网络框架 你压测 比如说我们的 以小时为标准 对吧 一小时 十小时 十二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因为我们在生产环境的运行 尤其是底层框架 你像Double这些框架 它是基于用到的类体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去调试的时候 就一定是要强行的去做一个线上环境压测 做一些线上环境的跟进 这样的话才能够体现出我们写的代码一个稳定性 因为在这种底层的一个网络变成中呢 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 很难说避免这个问题 只能说是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去解决 那么nady中一个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的buffer 就是前面刚刚同学们看到的 没有用到它的一些优化的点 所以你会感觉到用起来好像还没有提到它的一个性能一样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对吧 有位同学提了一个点 就是老师能不能把后续处理啊 放到卡夫卡里面去让我们的消费者处理 这位同学的话 刚刚说到一个点的是我们的一个处理这一块 对吧 处理的呢 嗯 其实前面我说了啊 大任务化成小任务 那么如果是可以一步的话就一步了 但是这个地方 卡夫卡适合于什么呢 卡夫卡适合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我们的所有的mq啊 适合于客户端去提交很多数据 对吧 它并不适合于说我们的客户端需要很多数据 对吧 如果是他像邮箱服器 我们提交很多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成一步处理 对吧 我们可以考虑去做一些一步 但是如果他是想去获取了结果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啊 没办法去这么去写了 对吧 我们是想要拿数据 那拿数据的话 必定会经过我们的网络连接 那就必定会经过 同一台服务器 所以的话 我们才会把它变成多个小的任务 慢慢的往 客户端去写 是吧 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推送也是一样的 推送的话 在做的时候 如果出现大量的消息堆积 不可能说一次性全部推送到 客户端的啊 都会经过一个批次去推送 你像这个MQ服务啊 我们前面很多同学可能都用过 有些同学没用过 那么用过的话 你可以去 你可以来理解一下 如果没用过了你就按刚刚理解 对吧 就是你现在有很多数据 你要推送到客户端去 那么我们的服务端 肯定不可能说一次性全部推出来 因为你推不完嘛 网络反正就这么快 就这么多东西 MQ推送消息到消费者呢 也是类似做法 后面的话 同学们会学习到一些消息诺件 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个点啊 就这里一个架构 这块的话是我们推送服务的一个架构 当然把一个具体的项目代号呢 把它屏蔽掉了 好吧 把它屏蔽掉了 那么这个 推送的话都是同样的实现 只不过是用了不同的协议 就我们做安卓的推送 和做iOS的一些推送 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嘛 应该做过推送的话 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的一个做法的话 和昨天拖教师提前跟他说的 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MQ 先进行一个消息的堆积 堆积到我们的一个大码的时候呢 然后再进行推送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 处理的话 就对应到我们的一个链接 对应到我们的一个链接 主要是要防止啊 这个处理的时候时间太久 好 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到 这里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把网易的一个 我们前面说了有大概六点啊 我们有六个要点 这也是我们在积累的时候 其实最最难受的 就是这种慢慢的调优 慢慢的去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线程数量 相信同学们刚刚也看到了 我刚说的一个线程 线程数量的一个控制 就是预料回到来了 我们在设计的一个代码中 限制数量是设置多少 以及说我们每一个步骤的超时时间 是怎么去定义 你向HTTP请求 那我们后端的一个HTTP请求 超时是多少时间 这些都息息相关的和 和这个系统的性能 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控制这个处理 前面提到的是 在每一个请求我们会 会拆分对吧 如果说出现了大量的请求的话 我们可能会 类似于在前面有些限流 这个的话 我们在后面做分布式系统 讲解的时候跟大家 跟大家再慢慢去阐述吧 好吧 和内体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性了 就是一个纯系统的处理了 然后有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优化连接多个服务 然后客户端合并 这里的话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实现了 因为你连接多个服务的话 就涉及到客户端的一个调整 以及说我们服务端的一些API 对吧 如果说你涉及到同样的数据删除 那你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数据的安全性 这样的话就将一个县程安全 变成了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征用了 资源征用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其实都有想过 最终我们没有说单独的这么去做一个调整 同学们可以看到 公屏上面是有一个同学提出这个问题 是吧 同学们一定要看一下 如果说看回放的时候 你突然不知道脱料是在讲什么话 是吧 那可能就是因为脱料是在跟大家去回答问题 好 继续点一下 继续点 然后一个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刚刚说两个点 一个是业务操作的线程 第二个是我们的BetaBuffer 你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到类体的一些特性 如果说没有利用到类体的特性 你会发现功能上面没有什么问题 但性能上面 你在高密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 这个你察觉不到的一些问题点 尤其是BetaBuffer这个地方是很多 说说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问题 就是基本上都和这个BetaBuffer有关 第二个点就是关于这个TCP缓送区的一个设置 前提就是网络通通量你要高 如果说你的网络很慢 那么你的缓送区调的再大也没什么效果 好吧 最后还是说我们的类体开发业务代码的逻辑条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在于说把类体框架 类体框架它本身就是个框架 它没有办法去提升 我们来小结一下 是吧 然后拖廖师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东西啊 跟问一下大家 是吧 我在做小结的时候呢 呃 待会会跟大家说一个 零拷贝的这么一个知识 好吧 零拷贝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 嗯 我还会去分享一个零拷贝的相关知识点 先做个小结啊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昨天说到并发你那些数 你的服务器要想支撑更高的并发 只要你的这个 内存够 那么我们的一个并发连接数是可以往上叠加的 但是你的连接数增加之后 活跃的连接 如果很大的话 那么你的CPU 你的内存是不是能够扛住这些活跃的用户 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每一个数据过来之后 我们会有个变得八百六项 对吧 那你一百万个连接 你可能就会有一百万个 白大把粉专项 在这里去进行一个数据交付 那么你的内存消耗够不够大 对吧 你的CPU能不能够支撑这么多的一个运算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并发连接数很简单 操作系统调就行了 但是关键在于你的QPS QPS这块提升 你需要靠的是代码的处理能力 你的代码如果很慢的话 依然没什么用 如果说我们的网络和磁盘 你的一个使用量也很大的话 也会成为我们的瓶颈 就像刚刚说的 前面讲的一个参数 网络 这个TCP的缓送区 你设置再大 你的网络不行 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所以光屏参数调优 是调不起来的 最后的话水平共产 还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水平共产的方案 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 有这么一个注册中心 去管理着我们的整体的 推送的服务器集群 然后我就给它分配 对应的一些服务器 供客户端去连接 这样的话我就实现水平的扩展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方向 有一个知识点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堆外内存的 不是关于堆内存 是关于零拷贝的 因为我最近 也是有同学问过我 他说老师这个零拷贝 是不是和我们的操作系统的 所谓的一个直接内存 什么内核用户 内存这些东西有关 什么用户态 这些东西有关 是吧 有没有同学有这个疑惑的 这里的话我在课堂上 我在这个之前的一个知识点上面 应该是提前跟大家说了 但是我发现有同学有这个疑惑 所以我统一的来跟他来打一个一 好吧 有看到这个零拷贝这里的同学 客户一好吧 内体中三个很重要的点 一个是buffer 对吧 一个是现成 那么零拷贝的话 是我们buffer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那么零拷贝也是一个蛮多人的误区 就他会觉得零拷贝就是因为我们的堆外类存 的使用而实现的一个零拷贝 有些同学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这样子的 在类体里面请注意 我们要纠正一下一个概念 对吧 其实说到零拷贝 我们就说 就是不用拷贝吗 那是不是就是对外类存呢 对外类存 我们在学习这个 对外类存的时候 应该知道 每一个网络处理 我们这是socket 是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gvm 当gvm要向某一个socket 或者某一个文件去写数据的时候 是先要把数据复制一份到gvm的外部 先复制到这里 然后由他来这里写入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复制的过程 读取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也是要从我们的对外 然后再去读取 是吧 从我们的虚拟介绍内存上面 再去从我们的这个 系统的内存再去复制 对吧 那么对外类存呢 就实现了一个不需要复制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管这个叫零拷贝 对吧 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直接就是直接操作对外类存 所以我们就不存在说一份数据 要从gvm的内存这一块 复制到对外再写到文件的一个过程 对吧 省去了这一个复制的过程 这不是类体中的零拷贝 好吧 这不是类体中的零拷贝 类体中的零拷贝 还是我在课程中跟大家强调过的 我来打开一下 跟同学们强调一下 类体的一个零拷贝 在它的一个使用 其实也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也明确的一个规范 就是已经说明了它是什么东西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去讨论的 在这里 我把它给大家看一下 零拷贝机制 类体的零拷贝机制 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逻辑上的实现 只是说对我们的对象引用做了一些封装 数据上面不会变 并没有说在内存层次进行一个复制 不管你是所谓的堆外还是堆内 我要去合并两个数组 哎 字节数组 在 GDK的一个 提供的API中 我们来结合这个图 我们要想去实现和上面这个无关 理解吧 那我们和这个数据是有关系的 在一个内存中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两个数组 对吧 我们说现在分别被两个变量引用 数据1 我们在数组1 然后数组2 对吧 要想去复制出来我们要开辟一个更大的数组 把它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大数组 对吧 按照它的长度 按照数组1数组2的一个长度 变成一个大的数组 然后把里面的内容一个个的复制过来 复制一个 再复制一个 我们说这个是有复制的 复制的一个过程 但内里中他就没有这么去干了 他直接创建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虚拟 缓冲区 我们叫字节缓冲嘛 BIDBUFFER 对吧 那本质上说如果是堆内的话 那就是一个数组 好 请注意如果是 JVM的内存如果不是堆外 它就是一个数组的实现 前面也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那他正常里面就是做了两个引用 我内部就是维护两个引用 对吧 你要读数据 好吧 如果说数组1 它的长度是10 数组2 它的长度是20 那么当我再去想读取 比如说11 index的 我想去读取的一个数据 index11 那么在读取的时候呢 我可以这么来玩 对吧 这是一个对外的新的对象 我们说这个就是 零拷贝 没有拷贝 对吧 我就有一个新的 缓程序出来了 当我要查的时候 会根据这两个数组的情况 进行一个分配 就是我如果是11 那么我应该在 这个原数组中进行查询 对吧 这是原本的数组 实际的数组 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没有去复制 数组的一个过程 也没有发生内存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就叫零拷贝 明白了吧 如果说我们的代码里面 有大量去操作 数组复制的这么一些东西 你可以 选用 nated batter buffer 去实现零拷贝 利用它的零拷贝 即是提高我们的一个处理的效率 好吧 这个是我们在做高频发的时候 这是应该是第7个点了 第7条实现 很多的一些数组操作 数据操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还有蛮多的一些 新的API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 不断的去发散的 是吧 这个呢 是lady中的零拷贝 那 这个爱家同学说了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通道复制 对吧 实际就是类属于 直接按在我们的通道这一层级 去进行一个编写 类属于传输 这种呢 就可以同学们自行的去 了解一下了 就是这个爱家家这位同学 提到了一个 NIO的机制 对吧 这种机制 很多时候 就是放在我们的文件处理的时候 或者说大数据处理的时候 会用到NIO的一种 哎 我们说了分散聚集啊 这么一个机制 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一个通道的 类似于啊 两个管制接到一起 一样的啊 就这么一种机制 但是他和我们的 嗯 零拷贝这一块呢 嗯 还是有一些 本质上的不同啊 还是一些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啊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呢 和我们的代码 乔代码 是息息相关的 你记得吧 大家明白这一点啊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来花点时间 看同学们是不是有什么疑惑 对吧 有什么疑惑 我也希望就是每个同学能够再 再去看 他我们开始调优这一块啊 他们开始调优这一块 就是要一起结合起来看 调优这些东西呢 都是类似的 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今天晚上说的一个点 其实就涉及到一个GC的小小条优 就是前面说到的 把他buffer要复用 如果不复用的话 可能会导致频繁的新生态回收 那新生态回收就会导致stop在ward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个GC条优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你看不出问题了 那么你频繁GC又会导致 系统的一个停顿时间变长 这些调优的方式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转身 欲转到现实啊 之前还有一堂什么课 也有个类似的机制 这个我好像也想不起来啊 是吧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我想问一下 就是 同学们有没有提出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我估计就是很多同学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我不懂 我问题都提不出来是吧 如果说是这么一种感觉的话 希望同学呢 能够及时的在我们的Q群里面 提出问题 就哪一块你被听懂的 需要我们去梳理这个思路的 你解吧 把这个过程呢 就可以把它梳理出来 就是你比如说回看 回看的时候发现 这个地方我没懂 是吧 那没关系 在群里面提出来 如果说我发现这个地方 确实是我没有梳理太清楚 我们可以把它做什么 把它再做一个复盘 再补充一节课 比如说再来去回答一些同学们的问题 你解释吧 那么这个 Lady的入战和出战 这个战是指server端的意思吗 不是的啊 这个只是说我们在去描述的时候 这么比较方便 你看到这个英文的原意 对吧 它有一个叫bond 对不对 它叫什么inbound outbound 那你如果站出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它就是一个进入的意思 就像out不得是进 in和out的意思 你解释吧 并不是说针对于服务端才有这个in inbound和outbound的出战和入战 客户端也是一样的道理 客户端也会有入战事件出战事件 你解释吧 昨天我们写的这个websocket的代码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包括之前我们讲内体的一个代码中 也有内体的客户端 由socket socket的底层 这是socket 对吧 冒出来的一些数据啊 冒出来一些什么给砸起来吧的东西啊 对吧都叫入战啊 由socket的底层开始我们就往上走的 游戏 我们说这个就是socket 对吧 我们叫inbound 那么由我们的用户这一层级 想让socket实现什么样的一些操作 想让我们socket这一块的底层区域实现什么操作 我们就叫outbound 然后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入债出债啊 然后这位同学说之前没有接触过内体 现在突然就是圆满即位的学习很懵是吧 那么我建议呢同学 第一个把nio这一块要学习一下 对吧把我们的bio和nio学习搞懂 然后内体这一块的话 前提是我们说在开发的时候是做什么 做一些简单的功能开发 那么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我们自己来定一个协议 可以去实现什么一些功能 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交互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协议去做些事情 包括昨天我们的websocket的例子 因为内体它是一个纯网络底层的 就像你不懂内体 你懂nio的时候 先把nio弄懂 你知道socket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么 你就明白内体它能够做什么事情了 所以使用的话 昨天有个事例 还有个websocket的事例 以及说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 有一些这个简单的事例 包括说内体它有官方的 相当中的一些http的事例 那么我们去看完它的一些事例之后 对吧 如果说你完全不懂的话 建议的你要先把nio这一块的 就是io能够原来做什么 把它了解下来 好 这个如果业务是以流媒体音视频为主 那有没有好的方案 对吧 那首先确定一点啊 就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使用的话 流媒体音视频主要还是c这一块用的多 这个是一个一个点 然后也没什么特别多的解决方案 有两种方案是很难去处理的 音视频 好吧 音视频和游戏 游戏这两块是所有开源行业这个点呢 都不太多的一些应用场景 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这些东西啊 你看以前说的fm pack 对吧 这些解码器啊 这些东西都是没那么开放 还有游戏也是这样的 可能主要的就是一些几个主流的游戏引擎 像游戏服务端啊 这些东西啊 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开源的东西 这些都是因为呃 第一个比较窄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窄 一个特定的行业 好 然后还有个同学说啊 pipeline不太理解啊 是不是就是责任链的战 呃 不是啊 pipeline 是定义了我们的handler 有多少个handler 对吧 我们一条数据过来之后啊 打开这个 打开我们的ppt啊 打开我们的这个职责链 这一块的一个ppt 那么一条数据过来之后 他会经历过很多处理的步骤 对吧 那每一个处理步骤呢 就叫handler 对吧 那这些handler放在哪里呢 我们统一是放在一个叫pipeline的 对象里面保存着 是吧 所以他叫pipeline 他叫管道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 有一 有一个什么污水处理器啊 就是生活用水处理器 你看下水道啊 下水道很脏 那么这个很脏的水呢 经过这一个pipeline之后 他会经过多重过滤 每一重过滤器呢 比如说第一个handler handler一 他专门是负责处理我们的大型垃圾 他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网格 对吧 污水处理器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的 比如说矿泉水瓶啊 什么纸巾啊 对吧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 把它拦截在拦截在我们的这个handler中 把它去除一个杂质 好然后再来一个handler 对吧 这个是pipeline 这条管道就是pipeline 那pipeline里面有很多的一些handler 第一个handler 处理我们的大型垃圾 还有handler呢 可能是去除异味 对吧 我们可能第二个handler就是加了什么炭 是吧 加了这个炭呢 就是为了去去除一些这种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这种小型的颗粒物 是吧 我们可能还有第三种加什么这个 那叫什么水来的 我不记得自来水里面要加那些 类似于这个 清洁用的 我们可能说不知道是 使惠还是加什么 对吧 反正就是加了一系列的东西 最终呢 形成我们在日常使用的一些生活用水 比如说冲厕所的水啊 污水处理过程中 浇灌 庄家呀 或者说流入到我们的河流中啊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管道 就这么个意思 水 这个就叫 出债入债啊 流进来或者流出去 对吧 流进来或者流出去 那这些数据的话要经过一系列处理 经过处理的话 就全部在pipeline里面去处理 他怎么处理呢 他里面有很多的handle了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好吧 这个理解的吧 不序秦深 这位同学 不知道这么讲你能不能理解 理解的话可以合一 是吧 这个疯一样的男子 呃 老师水里面难道有死灰吗 啊 我也不知道那个白色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随口一说啊 你要觉得对的话就对啊 不对的话你可以纠正一下我 是不是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里面白色的是什么鬼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有被同学提的一些问题 嗯 这个老师啊 这个是数据报吧 对吧 这个数据报的话 同样的啊 其实也是 是 会有这么一个用途的 好吧 也会有这么一个用途 数据报 在使用的过程中 他也会 有向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这个数据通道呀 这些东西 是吧 只不过你是没有连接的吗 对吧 如果说你不用的话 这个也没关系 你用也可以啊 我们的NIO 如果你是TCP的连接 也可以不用snack snack是做什么的 snack是用来去做消息通知的呗 是不是 你像我们之前在大马里面 不是写过一个吗 就不用snack也是可以实现 一个县程处理多个请求的 snack只是一种更加方便 更加高效的通知机制 好吧 好 然后我们还看一下有没有同学啊 提出些问题 如果说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留给同学们 更多的时间呢 去 就是第一个回复的看 第二个呢就是 我讲课的时候 尤其是有预留一个买点 就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到啊 就当时我在讲这个pipeline的时候 我是这么去调整的 第一个 我在讲pipeline的时候没有去告诉你怎么去学 对吧 我首先是告诉你pipeline是什么 好 告诉你pipeline是什么之后有什么一些事件 对吧 然后举出了 几个例子 举出几个例子 这时候 我最后一步做了一个数据的读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讲到了一个分析的方法 就前面我其实讲原码的时候就讲了 哎 讲了有一种两种三种 结果我什么也没告诉你 在我第四个事件 在我第四个事件讲解的时候 告诉你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是事件 有哪些处理器 哪些会不会处罚执行的顺序 去分析 教你怎么去分析 然后的话和之前的原码讲解是一样的 在之前我们讲这个JUC的原码的时候 对吧 我一开始上来就直接跟大家说 讲解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 原码 对吧 讲了一半 讲了lock 讲了同步关键字 对吧 讲了锁的一些原理 讲了什么 这个atomical 对吧 都讲了 然后没讲方法 好 到我们讲JUC包的时候 我从哈希脉部开始 提供了一个学习方法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希望同学们 当你看到我埋的这个点的时候 前面那些内容 你可能会去不懂 但是 结合这个例子 你把这个方法再去揣摩揣摩 以这样一个方法 再去回想一下 之前我讲的这个内容点 那么你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就这样的话是一个方法 因为 那里里面有大量的事件 没办法说一个一个事件全部讲到 那这样的话 这个版本变更太快了 讲不完的 但是这个方法是永恒不变的 包括今天晚上 我们说也是 一样的道理 就我们在讲的话 一定是有一个中指 中指就是 不要看到框架本身 而是看到我们的代码本身 应该是让我们的代码 更好的和框架融合起来 所以要结合场景去做 那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就以网易的这个 几个大场景 在业务这一块 以这个finch 就是拉取信息 作为一个核心的场景 因为这个场景是 很多情况下面 不会存在的 就是我们刚说的 这种数据量很大的一些读取 这个的话 在大部分场景下面都不会有 对吧 在油箱这一块 我们就是这么去用到了 好吧 同学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点 所以在原码这一块 如果说你没有用过的话 先把NIO这个东西了解到 可以用NIO做什么 我可以用NIO 直接写出一个HDP服务器 对吧 还有一堂课 我建议大家也看一下 好吧 有这么一堂课 叫手写Tomcat 那么这堂课的话 是之前我分享的一个直播课程 那么待会我和班主任说一下 让他们把这堂课呢 也给到大家 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理解更深 好吧 如果同学们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现在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班主任啊 然后去第一个点 就是同学们 你们要记得去回看一下 他不烂的这些知识点 如果也不知道的话 第二个就是 如果 你还不知道 NIO可以用来做什么 我们的IO网络编程 Stocker的编程可以用来做什么 那么 这档课的话 我现在去联系一下 班主任 让他发给大家 告诉大家怎么去看 怎么去学习 能够用来做什么 好吧 那这里呢 看同学们没有什么其他反应呢 我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吧 对吧 就是在这一块 希望每一位同学呢 都能够理解到 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优化这一块 这些点 对吧 关键在于细节 前面我们这两个说的一些细节点 一定要摸清楚 这些都是在我们之前内部的一个积累的过程中 去发现的一些问题 以及说长饭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这种battle buffer这一块 这个零拷贝和我们的buff复用这一块点 好吧 同学们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点 我们后续如果说发现 确确实是某一块点没有分歧透彻 或者说确实很多同学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那么会补充一些直播来帮助大家 对吧 好 那么就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来继续 我们这个后面应该是要到年后了 对吧 毕竟现在马上就过年了 同学们可能心思也不在学习上面 我们就后面 站前应该是没有安排直播课 到我们的英历年春节之后 再会有直播课程 那这期间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群里面我们多进行沟通 好吧 那每位同学 我们就今天晚上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 这个挨家家同学已经把我们的地址发出来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坦克的一个地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